上来看指挥中心的最新说明 当地旅馆检疫 4月16日返台后进行三天的居家检疫 案1078是在4月18号出现喉咙痒 案1079在4月17日出现喉咙痒 全身酸痛症状 两人因出勤的需要 4月19日金公司安排进行裁检 那于今天确诊 西医值分别是29 案1078是29 那案1079是17 那两名个案的感染员课证调查当中 那并已初步掌握两人之接触者共131人 那其中两人列居家隔离 129人列自主健康管理 那目前我们已经确诊了1078例确诊 那有29人住院隔离当中 那我们这里就是在这里边两例调查中 就是在 有关他到底是境外 境外或是哪一个先感染 目前都需要理清 所以在目前并没有办法 先下一个结论 那这个本来是在 我们每天大概是晚上6点左右 会确定说当天也没有 第二天也没有个案 那昨天晚上6点的时候是零 但是在 在稍晚之后 有就是发现了这两位阳性确诊 所以我们在很短时间还是把 本来预定应该是 明天记者会才会说明的 这两个案我们提前来说明 所以很多疫调事实上都还在进行 那所以才会在 为什么我们这边会说这个感染员 还在调查当中 需要一些时间去理清一些 这个可能在哪个地方感染 那因为我们今天 因为还有一些是例行记者会的 对还有一个那个疫苗的问题 疫苗部分我们昨天 因为是星期一 打了911剂 那回补了43位 所以现在总共打的人数是 33404人 那有关疫苗接种后不良事件 昨天有新增4件 那有3件是属于 非严重不良事件 那有一件是其他疑似的 严重不良事件 那其他疑似严重不良事件 那这一位是60几岁的男性 他在接种后的第16天 第16天 出现呼吸道的症状 那是后有出疹呼吸船 那初步诊断是怀疑是这个疑似的血管炎 跟见直性的肺炎 那目前在交互病房观察诊治当中 那由于这个个案是在第16天之后出现的这些症状 但是他这个症状又跟所谓的血栓 或是 或是所谓gien belay 这些比较怀疑 可能跟疫苗或是AZ有关的 是比较不像 那所以这个部分我们明天 会召开专家会议 针对这个案件来做一个讨论 那做根据他这个部分来做一个研判 那这个部分先做这样的说明 那另外就是有关例行记者会的部分 我们请郭主任来先报告一下上周的国内外疫情 好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午安 那接下来跟大家报告我们上一周的国内外疫情 那在疫情重点的部分 那由于目前5月份的话 大概是往常我们进入到这个肠病毒的流行季节 不过我们目前国内的肠病毒的疫情 还是在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低点 好那这个是我们的实验室的一个监测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最近的话 这个社区检出的肠病毒 还是以克萨奇A型病毒为主 那在这个最近的这一周的话 阳性率大概是18%左右 那在肠病毒的门急诊就诊人次 在上一周的话大概是2600人次左右 那较前应就是略微的下降 目前是在稳定的一个低点 那有关于这个肠病毒重症的监测的部分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在近期还是有零星的 肠病毒重症的病例通报出来 不过目前都还在检验当中 那在今年的话到目前为止 肠病毒重症的确定病例是零例 好那对于我们邻近国家的这个肠病毒的疫情 那在泰国还有中国大陆 近期是有呈现上升 那我们其他临近的亚洲国家 大概目前都还是在肠病毒的一个低点 好那我们对于未来肠病毒的疫情 我们研判在国内的话 肠病毒疫情应该还是会在一个平稳的一个低点 那以上报告 就是这样的病毒 谢谢观看